上面那裡我是八十項的區域 上面對,那裡是八... 那後面就是區域,我是八十項的區域 那現在旁邊有一個十三層樓的高樓 喂,十三層樓的高樓,旁邊有一個樓的高樓 中間這個新開批的路,沒有人... 沒有居民,原來的居民在這邊居住的 好寬的樓樓,它的前面有兩個綠袋 它的在前面又有一個公園 它的在前面還可以看到我們的四壽山 但是我們的八十項的人呢 所以我們希望,至少希望 把中間這個綠袋的面積換到八十項來 它同樣的可以給大家多功能的用途 但是更多的一個給八十項居民的一個陽光,一個風 八十項沒有這個,就會變成黑暗 就會變成你的房子的跌價 大家記住,高雄有一個陳青湖 三千萬的房子變成七百萬就賣出去 所以我希望這個案子要造成居民 應該對居民有利 而不是在老人居住的那個地方 也就是一個台北市最豪華的一瓶可以賣的 我認為可以開賣的兩百萬三百萬 因為它前面有綠袋 再前面一點有公園 它旁邊它有水池 就是它遠眺可以看到四壽山 我們的居民啊 你要想一想 這是我第一個 我花很小時間,你可以修我跟他講話 不好意思,因為我已經不要拿他的移動 所以你覺得可以再一次他講話 對,對,王派可以再講話 所以市政府在97年1月31號公告 出境都市再生 2010年台北市好好看 系列之一 鼓勵私有土地開發式 流油廣場式的開放空間 即人性道路 公益設施 現在這個案子不是成私人的 是公家提供土地來開發的 所以我更應該比這個要更優待才行 所以更應該照顧 秘民 做一個第一個施犯的 因為這個案子 是一個施犯作用 是全國第一個案子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今年的1月10號 台北縣海峭地區經常地省下線 一棟六層樓的新建公寓呢 跟那個老建築物 和中國軍力 大家認為不是 附近新蓋的工產不出了影響 所以希望貴公司在發掘這個過程當中 不要發生這個土地下線 容其移動震動和土石灘方 陷入的情況呢 損害到我們這些居民的 六公寓的安全 所以我希望本國投保保險 這樣三方都有力 而不是說我工程一定沒有威脅 一定不會威脅到舊公寓 我希望測試做到有保險 真正的得到保險 公園裡面 現在我們這邊 希望有一個繁榮的補到 大家可以在裡面做散步 而不是這樣回去這樣回來 是個其實已經算是很小的夢園了 另外我希望說建築物的外牆 或者是玻璃 我不希望用閃光的 會影響居民的視線 另外建築物 我不希望用這個 還是很不詳細 我不希望背對居民 就是說 我不希望建築物的被居民 面對居民的 另外 我希望能夠保有 我們原來的生活品質 換句話說 我希望能夠保有原來的樹木 所以 我希望能夠配合 你民 居民 環保單位 市政府 能夠共同監督我們的樹 共同來驗收 現在在拆除 我看很多樹都被被土蓋住了 不要搖頭去看看 所以我希望組成監督小組 監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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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想請問 這個案子 還沒有環境評估完全 為什麼可以猜拆除 它是合法嗎 不是 新政府先說明這一點 為什麼還沒有經過環評跟都市就可以中公 這是違法的 我們別的都不要先講 先講為什麼可以違法中 還有這些建議 我希望能夠正面的回應 所謂正面的回應 就是說你要PO上網站告訴我們如何去解決 這是我的意見 我不想請大家的意見